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全台各地高温炎热 气象鼠脸书粉砖就发文提醒 周六是大台北还有花东地区最热的一天 局部高温可以达到36度以上 台北市的体感高温甚至还可以达到43度 而其他地区体感的高温落在37到39度 气象鼠预报员解释 因为在台湾附近吹的是西南风 加上梅雨封面远离台湾 不排除短时间都会呈现高温闷热的天气 周六一早台北户外又闷又热 路上行人撑伞戴着帽子避暑 气象鼠脸书粉砖发文提醒 周六是大台北花东最热的一天 局部高温可达36度以上 气象鼠预估周末两天 双北地区和台东体感高温都超过40度 其中台北地区体感高温可达43度 其他地区体感高温约落在37到39度 因为最近都是吹西南风 18号之后呢 因为太平洋高压牺牲来有沉降运动 未来短期之内都是属于高温而炎热的天气为主 气象鼠预估闷热的天气形态将维持两周 至少到六月底 脸书粉砖林老师气象站表示 风面还是下不来 受西南风影响 降雨状况较缓和 东南部地区则有焚风发生几率 而天气风险公司也发文提醒 梅雨封面略为北台 台湾上空水气减少 白天可能有短暂咒雨发生 外出要准备雨具 但下周三以后 太平洋高压又会略为增强 未来天气主要多云道行 山车流易午后震雨 而今年造成长时间降雨的典型梅雨封面 迟迟未报道 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封面的位置呢 是在比较北边一点 今年五月份的这个降雨来看的话 的确是比气候值要稍微偏少一些 那六月的时候到目前为止呢 降雨也是相对比较少一点 未来天气依旧高温闷热 民众务必做好防晒补充水分 这讲下于该尔地台北采访报道